如何在安卓大电视上观看Google Photos 不能,因为商店不提供这个应用 好消息,我们找到办法了,且不需要使用手机 直接在电视上欣赏Google Photos 开始吧 打开Google应用商店 搜索并安装以下应用 Photoviever for Android TV 安装后打开 打开Photoviever app 按下Connect to Google Photos 输入Gmail账号 再按下Sign in with Google 使用密码认证 可能会被要求额外的安全挑战 如果你有启用二阶段认证 授权Google Photos的读取权限 上方两个选项为建议使用 这个能在界面中隐藏Email地址 使用密码保护您的Google Photos连线 按下保存并退回 现在按下这个进入您的相簿 由于设定了密码 需要空过验证 这是您Google Photos的标准检视 按下这个检视所有相片与视频 支持连续多页加载 因此这里也不支持排序 在这里观看您的最爱 可能在别的软件内设置的最爱 完全支持遥控器操作 按下这个检视专机相簿 按下按钮进入相簿 在任意媒体上按下按钮观看 再次按下按钮启动换灯片播放 切换间隔时间可在sitings内设置 按下back返回 试试播放视频 视频再入时间较长 串流速度流畅 播放时按下按钮可交出媒体控制器 按下返回退出 如果有人分享相簿给您 您可在此看到 现在让我们尝试建立搜索过滤器 您可以设置搜索条件 例如媒体准备 一期放入 包含后不包含 准备 按下转回 准备 建立后将出现虚拟资料夹 可重复运用 是不是很方便 再建立一个搜索过滤器试试 建立时建议都要设定名称 避免困扰 这次建立一个只显示视频的 您可定制个人化的搜索过滤器 方便个人使用 长安按钮可交出设定菜单 尝试将显示方式改为列表 需要详细资讯时很高便 您将可看到文件名称 日期与尺寸 长安按钮可设定为 开启时自动播放放当片 连续按连续按反回 推出应用 再次开启测试 幻灯片是否自动播放 因为加了密码的缘故 需要先输入密码 如果密码正确 幻灯片就自动开始播放了 长安按钮可取消此设定 在搜索过滤器上 长安按钮可移除 在账号上 长安按钮可移除连线 为确保安全性 重复登陆平量账号时 密码不会被保存 此处需要重新输入密码 相当安全 视频到这里结束 谢谢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